你好妹妹 哥哥你要买腿刀吗 不是的 你能借我50块钱吗 你借谁干嘛呀 我是过来旅游的 然后我的钱包在车上弄丢了 真的假的 真的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了 50是吗 可是我们要50 那你有多少 不就只要刚刚卖的10块钱 能先借给我吗 我一定会帮给你的 那好吧 谢谢你啊 没事没事 来妹妹 你不是去买饭吃了吗 我看钱包在车里面找到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快点拿着吧 你没法换一天哪去吃吗 我真的找到了 你拿着吧 这么热的天 你怎么在这里摆土豆啊 我出来真的是 现在不是应该上学的时候吗 我已经毕业了 然后现在在家里面有吃 哦 这土豆有多冻啊 我们一起的话 大概五六十天吧 啊五六十天啊 嗯对 你自己一个人背过来的吗 是的 哦 你家没人帮你背吗 嗯 父母不在身边 和嫂子在一起 和嫂子平时在家里面倒了很多 嗯 估计现在还在家里面学校吧 所以我就自己背下来 哦 那这里离学家里有多远啊 嗯 大概两三个小时吧 啊 啊 两三个小时啊 嗯对 你现在才八点 你五点钟就出发了 嗯对 早一点下来就再一个好一点的早 哇 那你这土豆怎么卖的吗 那是 两块五一天啊 那你要不全部撑给我吧 全我 对 你吃不完吧 没事的 我家的人比较多啊 嗯 那好吧 我帮你抓起来 嗯 好的好的 要不这样子 我先帮你撑一下吧 哦 妹妹 要不不用撑了吧 我直接给你四百块钱 刚好 真的带了四百块钱 可是我真的要不要这么多啊 没事的 你拿着吧 这样不好吧 刚刚你不要帮我了 那拿着吧 那好吧 妹妹 你带完后没住哪里啊 嗯 妹妹 回家了 怎么回去呢 走路回去 走路回去啊 嗯 这么大的太阳 到时候你不要中暑了 走路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这样不方便吧 没事的 刚刚好 你也帮我抬一下吧 嗯 那好吧 嗯 走吧 嗯 那麻烦你了 哦 没事了 没事了 快上车吧 哎 哎 哎 妹妹 你们这边车开不上去了 我只能把你送到这里吧 嗯 谢谢你这么远把我送回来 嗯 没事的 确实是你的人家亲爱的 嗯 是的 的确啊 那我就送下去吧 啊 你这就回去了吗 要不去我就坐一下吧 这不可以吧 可以啊 方便吗 方便 走吧 好吧 走 哎 妹妹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嗯 嗯 我叫我小名就好了 哦 这个名字听话听到 嗯 哥哥你呢 你叫我好像就行了 啊 你这么帅气的 怎么可以取这样的名字呢 他们 我朋友他们都这样查我的 嗯 那行吧 那你家还有多远啊 嗯 前面就是了 马上要到了 好 走吧 你回来了 明天怎么这么暂时回来了 这个叫我哥哥把我的土豆去买了 十块钱 买了多少钱 买了多少钱 给了 四百块钱 给我 那这有两块 谢谢老板了 五百两块 我自己都叫房西区给男人买的客气 买什么买 给我 把这个策略给谁看呀 他是你奶奶 又对我不好 给你一百就好了 哎 小名怎么了 小名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是没想到 我手里头是这样的 我说我两两百块钱 过去得给奶奶买点东西 不愿意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错 对 这本来就不是你的错 我都习惯了 不过要不我给你倒点水吧 不用了 顺便弄点吃的 不用了不用了不过 我也带西线去 啊今天又走了呀 嗯 水也没有给你倒 饭也没有吃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下次再来 那好吧 那你路线最安全 好的 哥哥 哎小名怎么了 我今天咬一些水果 你拿回去吃吧 哦不用了不用了 真的 你拿回去吃吧 哦不用了 你留着自己吃吧 嗯 你这么远 把我送上来 你看饭也没吃 水也没有喝的 哦没事的 你快回去吧 那你路上中央安全 嗯 好的 哥哥 你要不要上来找我